欢迎收看最在地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周文轩 首先让你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虽然疫情严峻 中山里关怀据点并没有因此停办 在落实防疫之下 鼓励长辈参与活动延缓老化 新北市政府在市民广场B1连通道 设置了亲子共用全民友善 无障碍设备的通用厕所 智态科技捐赠2500套AI软体 给新北市国高中小50所学校教学使用 期盼在产观学合作之下 共同打造AI元宇宙 乌来国中小推展泰雅族语不遗余力 因此荣获教育部推展本土语言 劫出贡献团体奖 今天的健康1.0单元 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 甲状腺癌疾病 去年因为疫情 新电区中山里的关怀据点 暂停了几个月 没有想到许多长辈却因此迅速退化 相当令人不舍 而今年虽然仍有疫情 但是新电区中山里的关怀据点 在落实防疫之下 持续运作 就是希望长辈能够尽量维持生活 作息正常 保持身体健康 早上9点半开始 新电中山里关怀据点 陆续由长辈来报到 准备10点开始进行 太极气功的课程 里长潘威智表示 去年曾因为疫情停办关怀据点 却发现有许多长辈 因此退化令人不舍 所以今年遵循政府政策 严谨落实防疫 让关怀据点继续运作 为长辈们服务 因为没有出来跟大家接受 有几个月下来 好几位长辈 后来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它退化的很严重 那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样的 所以我们就尽量做好防疫的设施 譬如说我们要规定 你要打三剂 那三剂的黄卡都要来 我们志工会确认说 你有打三剂你才可以来这样子 那当然基本上这个 戴口罩 喷酒精啊 这个量体温 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目前中山里关怀据点 仍然是一周五天 天天上午下午都有活动 来参与活动的长辈 除了一定要打满三剂疫苗外 来教室报到时 也都会量体温和消毒 就是希望大家来到这里 除了可以保持身体机能多动动 也能够多一份安心 我们一直都在这样的步调下做 他们也就信任了 因为我像我们的志工伙伴 就是做好很好的防疫 该做的就做 然后该消毒的 我们都从走廊开始就会消毒到里面 就是尽量做好 我是觉得 而且我就是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影响力 鼓励他们没有打疫苗的赶快去打 中山里关怀据点行政组长陈寅娇表示 因为疫情关系难免让长辈都会产生担心 但来到了关怀据点 除了动态活动 也会安抚他们的情绪 同时叮咛一定要作息正常 吃好睡好增强免疫力 才能够抵抗疫情 就是要吃好吃饱 那个高蛋白都吸取 然后就是要吃的营养 然后多也还是要动 然后睡饱 就是作息要正常 疫情之下许多事情乱了套 中山里关怀据点以原有的步调 稳定持续运作 不仅让长辈可以借由活动延缓老化 最重要的是还发挥了安定人心的功用 成为社区长辈最安心的依靠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政府从2019年开始 推动性别友善策舍 今年更在市民广场B1联通道 打造了第一座获得标章认证的 亲子共用 权领友善 无障碍设备的通用策舍 期许公车从美感到安全感 都能够全面提升 服务品质也更加的完善 新北市政府从2019年开始推动 性别友善厕所 各区陆续可以看见这样不同以往的公厕 像是在新店区 去年就在新店建国游泳池二楼 建制了新店首座性别友善厕所 除了厕所内减少了刻板异象的使用 同时每一间都有扶手等无障碍设施 更设置了身障照护床 让行动不便的民众与照护者 可以方便使用相当贴心 而今年新北市政府更在市民广场B1的连通道 推出亲子共用全灵友善无障碍设备的通用厕所 并且荣获全市第一座性别友善厕所标章 新北市政府表示 这一座性别友善厕所 除了跨部门的合作外 在设计上兼顾了照顾长辈 幼儿和身心障碍朋友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 还设置了女性生理用品放送机 无微不至的贴心考量 就是希望能够让整体厕所的服务品质更加完善 也期许不仅在性别友善上 更是能够全灵通用 成为属于每一个人的友善厕所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和智态科技 还有七所大专院校合作 在产观学习手之下 共同推动AI教育 智态科技更捐赠了2500套的 AI图像辨识工具软体 未来除了共享教育资源和设备 也将培育学校种子教师 让AI教育向下扎根 新北市积极打造智慧城市 这次透过了产观学合作 智态科技捐赠了2500套 VisLab AI图像辨识工具软体 提供给全市国高中小 约50所学校教学使用 教育局更携手台湾科大 明治科大 东南科大等七所大专院校 除了共享AI教育资源和设备 同时培训各级学校种子教师 期盼能与元宇宙科技并联应用 每个学校都可以用得到 从对高职在来 在一般的普通高中 在国中 在国小整个我们 跟学校一起合作 我相信 对我们的这个智能的科技 是 未来的发展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 未来我们会推动 每一个人建的AI model 我们会把 NFT化 来在数位里面 因为我们接下来是一个 数位化的元宇宙师大 数位化有什么好处 它可以改变 成像的差距 也可以改变弱势团体的差距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未来除了有权势国中 及技高AI城市设计竞赛活动之外 16所指探中心和11所 制造教育和科技中心 则会办理AI体验课程 而在智态科技的协助之下 泰山高中会作为 新北市人工智慧推动教育基地 记者会上 泰山高中同学 也特别掩饰了软体的操作和使用 每种水果都有它对应的特征 AI模型也就是利用这些特征 来辨识这些照片的不同 像是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橘子 那我们就要把它标记成橘子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10种水果的名称 那我们就按一下这个橘子 这边就有外框 它这个外框 框的就是橘子对应的颜色 就代表有标记成功 把这张图片标记成橘子 智态科技表示 这套软体透过简易 且可视化的操作界面 让未曾学过 城市语言和不熟悉 AI资料库的使用者 可以快速地了解 人工智慧辨识图像的原理 同时立即感受 AI技术带来的便利性 期望能够共同推动 AI教育向下扎根 厚实未来科技产业的人才 培育基础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导 乌来国中小致力泰雅族语 推广不遗余力 除了规划九阶族语课程 幼儿园也推动 沉浸式族语教学 因此在各项泰雅族语比赛中 扩奖无数 所以获得了 教育部111年 推展本土语 杰出贡献团体奖表扬 乌来国中小在 本土语言纳入体制之前 就首开先合 实施泰雅族语教学 营造多语学习环境 目前包括国中以及国小 每周都有一节泰雅族语课程 另外在幼儿园部分 也采用沉浸式母语教学 透过生活化的教学方式 让孩子们熟悉族语 因此获得 教育部111年 推展本土语 杰出贡献团体奖表扬 我要非常地感谢 本校的同仁 今天会得到这个奖 是非常长期的努力 那也我们的社区的起劳 能够还有一些族语的老师 一起共同的努力 那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努力 我们总算让教育部 看到我们的努力 得到这个奖项 乌兰国中小在 推广泰雅语言文化不云语力 除了有潜而生 系统性的实施足语九阶课程 另外也规划泰雅文化课程 让学生有更多机会 运用泰雅族语 将自己族群的语言文化 永续传承 这个奖项考核的内容 包含我们整个课程的架构 那我们目前整个课程的架构 就是所谓我们的 泰雅的九阶课程 那我们从国小一年级到九年级 都有不同的难度的课程 那这是一个很有系统的课程 那再加上一些文化课程 然后再加上我们学校历年 优质的表现 乌兰国中小校长陈黄耀表示 学校历年来参加 足语单词比赛 本土歌谣比赛 还有原住民语王竞赛等等 都荣获相当不错的成绩 由此可见 足语推动的成效相当成功 记者声明这门奇 屋内采访报道 刷楼来是报道台湾会的单元 我们来看看杰莉老师 要跟我们什么有趣的台湾会 欢迎大家 到底来到台湾会 今天的技术是老板 技术是老板 国主 老师 先生 我们来看雷区 老板跟他老板都被菜池买东西 又来是熟义 老板有声心留听听 老板出现了人心留是让人聘 当中两个人意见不合 出现的人就有公话管理 刚刚只有听命令了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今天的健康1.0的单元 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 甲状腺癌疾病 我们马上回来 疫情升温期间提醒您 做好防疫措施 保障你我健康 大兴电提供各项不出门 也能轻松缴费的便利管道 您可透过LinePay 接口支付 橘子支付 线上刷卡 网络银行ATM 官网线上缴费等电子缴费管道 避免零贵缴费的人群接触 欢迎多加利用 让我们共同做好防疫 一起守护家园 台湾加油 也只要999 欢迎恰询 2917-3939 甲状腺结节是常见的良性肿瘤 不过人有少数的几率 可能存在癌症的风险 今天我们邀请到专业的医生 要带观众朋友一起来认识 甲状腺癌 马上就来看健康1.0 我是天主教更新医院合集学科 樊育铭主任 我今天要与各位观众分享 甲状腺癌疾病 甲状腺肿大或甲状腺结节 是一种常见的疾病 在一般民众中 经由医师促诊检查 约十分之一的民众 有甲状腺结节 其中又以妇女和老年人居多 大部分甲状腺结节为良性的肿瘤 实际患有甲状腺癌的几率并不算高 所以若发现结节不需要过度紧张 如疑似为甲状腺癌 要怎么应对呢 我们可以了解 甲状腺癌患者 主数以没有症状的颈部肿块为最常见 其余症状为快速长大的颈部肿块 声音撒哑 呼吸困难 持续咳嗽 吞咽困难 此外 由于近年全身健康检查的盛行 健典甲状腺超音波发现的甲状腺癌也日积亦增加 临床诊断最常见使用有 理学检查 甲状腺超音波检查 甲状腺超音波导引下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 甲状腺核子医学扫描 正直扫描 分子生物学筛检 目前甲状腺超音波导引下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为最重要的工具 甲状腺癌依据病变细胞分化度加以分类 因为分化程度表示癌细胞的恶性程度 分化越差表示恶性度越高 分化良好 1.甲状腺乳突癌 好发于女性 占甲状腺癌八成以上 也是甲状腺癌中育后最好的 2.甲状腺绿泡癌 常发生于中老年人 较容易经由血液转移到骨头或肺部 分化不良 甲状腺随脂癌 甲状腺未分化癌 指分化癌最为恶性 3.甲状腺淋巴癌 甲状腺癌的治疗 手术是治疗甲状腺癌的最主要的方法 手术后才可确立肿瘤的形态和病理诊断 并可作为预后的依据 手术包括甲状腺切除术和颈部淋巴结扩清术 接受甲状腺全切除后的病人 必须终身服用甲状腺素 放射点131的治疗 是利用甲状腺癌细胞可以摄取点的特性 以放射腺β射腺来杀害甲状腺癌细胞 一般安排在手术后4到12周施行 作为辅助性治疗 在安排放射点治疗的前两周 需先采低点饮食 并且搭配人工合成甲状腺触素 或者停用甲状腺素4到6周 此时它使体内的甲状腺触素大于30单位 再进行放射点治疗 在术后及放射点治疗后之患者 可于门诊服用甲状腺素 主要是利用甲状腺触素抑制性治疗 利用合适的甲状腺素剂量来补充及抑制性治疗 其他治疗方面 放射腺治疗主要是来治疗胃分化癌 因为胃分化癌对于放射点治疗几乎没有反应 也可用来治疗无法手术完全清除的甲状腺乳突癌 和滤泡癌的患者 最后不要把治疗多用于其他治疗方法没有作用时 而肿瘤继续进展时的治疗 各位观众如有甲状腺疾病方面的咨询 可于本院内分泌科 一般外科或核子医学科门准接受询问 请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宝贝亚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限时优惠有线电视老客户申办指定方案 续约吉祥Disney Plus订购6个月 大新店请您看一整年 欢迎电架2917 3939 感受WiFi 6的标网快感 速度更快 范围更广 传输不延迟 收看4K影片传递效能更提升 速架2917 3939 乌来口腔医疗站于3月1日开始试营运 受理电话预约 3月7日办理看诊服务 递检在乌来图书馆同栋二楼 预约电话02-2661-6887 2022新北文化奖争选活动 从即日起到5月31日止 凡对新北文化有特殊贡献 或杰出成就之个人或团体 不限涉及新北市都可报名 恰讯电话02-2960-3456 分机4525 111年新北市悠良公寓大厦评选活动 报名时间从即日起至5月15日止 请检送评选活动资料 至新北市政府公务局 另外响应检检探爱地球 以绞交电子党为家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可以扫描画面左手边的QR Code 订阅大新店的YouTube频道 又或者是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熟悉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